213. 《文匯報》 內優外患紐元續受壓 2015年7月9日中國經濟投資理財 B03金匯出擊澳洲央行週二一如預期維持利率在百分之二不變 從新澳元進一步下跌是有可能也是有必要的 經濟增長低於長期平均水平 決以聲明顯示 經濟可能暫時具有限制產能 繼續維持寬鬆貨幣政策 維持指標利率不變是適宜的 低利率提振借態與消費 聲明稱 資料將揭示當前政策是否有利於促進增長 通脹維持與目標一致 通脹率會在未來一至二年間持平目標水平 適宜房價強勁上揚 其他地區表現不一 中國鐵礦石期貨暴跌百分之八套元週三創六年新低 因鐵礦石價格下跌及中國股市進一步下挫 令投資者信心受挫 市場原本就因為希臘債務危機而受到陷動 奧元億度下挫至0.7372美元 中國股市獲中指週三重挫5.9% 另外 中國鐵礦石期貨暴跌近百分之八至幾六低位 因看淡經濟的觀點及股市重挫 導致中國交易的大中商品跌勢並未顯現出減弱跡象 途表走勢分析 奧元已跌破這半年一隻手穩的0.75水平 如遼後市營建下行空間 支持位可看0.7360及0.7240 關鍵將直指0.7關口 上方阻力於股在0.75及0.7540 下一級將看至0.7690水平 紐元至4月來累跌百分之十四 至從4月底新西蘭銀行首度開始暗示可能降息之後 紐元的幅日金已達百分之十四 那製品價格下滑 經濟活動放緩以及信心下滑 促使經濟學家下調對該國經濟增長的預估 甚至提及經濟可能陷入衰退 新西蘭銀行去年將利率上調100個基點 成為第一個加息的發達經濟體 但在維持岸兵不動狀態近一年後 該行於上月加入了全球寬鬆陣型 原因是大宗商品價格走源 通脹率牢牢處於低位 以及全球經濟前景起休參半 金融市場行程目前反映7月23日降息25個基點 甚至3%的機率超過90% 未來12個月寬鬆幅度為55個基點 經濟放緩或再有減息紐元對美元 週三月建築及五年低位0.6622 避險投資者繼續遠離商品貨幣 因擔心本週稍晚有關希臘在歐元區 未來的最終決定可能會加劇市場波動性 新西蘭經濟增長放緩 引發未來幾月利率繼續下降的可能 者進一步打壓了紐元 技術走勢而言 紐元對美元正受壓於兩組下降趨向線 先是延伸至6月中旬的短期趨向線 目前見阻力於0.6740 較長期的趨向線延伸至4月底 目前見阻力於0.6870 匯價需突破此區 才有望在技術上紐轉長達兩個多月的下跌走勢 以黃金比率計算 百分之三十八點二及百分之五十的反彈水平可看 至0.7060及0.7190 預計下是支持則在0.66及0.64水平 值得留意的是 由2009年至2011年整體漲幅的 百分之六十一點八回淘比率證就是0.64水平 預料在下一級則會值指0.62及0.6150水平 1.62 風格 2.6715 1.62 風格 1.62 風格 2.651 3.63 風格 2.651 2.561 4.651